哈喽 大家好 我是KT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 最近日本的时事跟疫情现况的时间了 首先疫情方面 随着入冬以来疫情不断扩大 日本政府分别从1月8号跟1月14日 针对了日本11个都道府县 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 1月8日发布的有 东京奇遇千叶神奈川县 1月14日发布的有 艾滋 岐富 栗木 大阪府 京都 兵库 福岗等 目前这11个都道府县 都预计发布紧急事态到2月7号左右 而关于这次日本政府 第二次发布的全国性的紧急事态方针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晚上8点过后 尽量不要外出 第二个就餐饮店 希望大家只能营业到晚上8点 然后酒类也是提供到晚上7点为止 然后第三个就希望公司要减少 7成以上的人员出勤 然后尽量改成在家上班 然后第四个就晚上8点过后不要加班 然后第五个就改成弹性的上班时间 以减少大家密集大众交通工具 以及鼓励骑脚踏车上班 然后第六个就如果要办活动的话 希望人数占场地收容的一半 或是5000人以下 然后第七就学校或育幼员之类的 原则上不休校 但是防疫也要做的彻底 第八个还有像是大家要减少都道福县之间的移动等 不过我们看到日本政府似乎也做了许多对策 但是东京的感染人数还是没有明显的下降 一月初以来东京每天感染人数还是破千 虽然说这月底几天 每天大概有降到1000人以下 但是感觉还是在1000上下徘徊 而北海道在上月12月最严重的时候 每天有200多人确诊 那最近一月则有稍微缓和 每天大约是100人左右的确诊数 而北海道虽然已经不在紧急事态宣言的范围之内了 不过目前还是在集中对策的期间 林牧之士就在推特上面也呼吁道明们 到二月中之前 杂谎肆虐猎人尽量还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而其他地方的人们也要尽量不去杂谎 其实在北海道的官方YouTube上 知识都会定期向民众召开疫情说明的记者会 而其实最近日本疫情虽然还是看不到出口 但是其实已经看得到一点点曙光了 那就是疫苗有消息 首先最快就是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一篇文件 最快会在今年二月底前 在日本全国1500个施舍设置deep freezer 就是那种超低温冷冻库 用以保存疫苗的冷冻机 进行基本型接种 不过最快能施打疫苗的对象 是以医疗从事人员为主 然后也会再对周遭区域以低温运送的方式 再进行少数的连接型接种 预计最快将有1000人以上的医疗从事者 可以先施打疫苗 而日本首相管底也特别开设了一个 新冠肺炎疫苗情报的官方推特 推特中也提到 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和自治体合作 确保接种体制的完善 目标希望最快在二月底前 对医疗从事人员施打疫苗 而接下来最快是4月1号以后 对象为高龄者的接种 而首相官底于1月22日 在官方推特宣称 已签获美国莫德纳公司 大约5000万份的疫苗 跟英国阿斯利康1亿2000份 还有美国辉瑞药厂 Pfizer的1亿4400份 总共约3亿1400万份的疫苗 不过这篇推特一出 也引起日本网民 在下面留言的激烈讨论 当然也有人问说 那施打的疫苗 是这三种之中选一种吗 然后当然也有人 针对疫苗的安全性提出质疑 还有人问说 可以公开临床实验的档案吗 还有人说 请政府先让国会议员先施打看看吧 有人也表示 指他只接受辉瑞的疫苗 然后大家的看法是如何呢 其实先不提这个 我其实看到日本政府 到目前为止 在防疫跟维持经济上 始终找不出一个平衡点 但至少目前情报资讯 有越来越透明化的趋势 这点我倒是觉得值得赞许 况且也得忍受网民一窝蜂强势的留言 而究竟疫苗的副作用强不强呢 这是我查到的 在法新社日本网站1月23日 有一篇报道指出 美国CDC疾病对策中心指出 莫德纳药厂的疫苗 在实施了第一次 400万人施打之后 出现强烈过敏反应的人 大概只有10人左右 而另一篇报道 美国保健当局指出 辉瑞疫苗施打 每10万人中 有一个人是强烈过敏 那这个比例蛮高的嘛 过敏症状呢 包括喉咙的异物感 然后舌头肿大 寻麻疹 呼吸困难 声音沙哑 唇肿 耳心 口干舌燥等 但我想不管疫苗是否有用 感觉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像我在日本之前呢 我有打过它那个 日本新型流感的疫苗 很大的针筒 就是从这个手这边 这样子注射下去 针锁呢 虽然它也再三确认 我是否是那种容易过敏的体质 是否有过一些 过敏的严重的反应之类 那我觉得还好 但那时候就是打下去的时候 这边这个手啊 就是走得跟馒头一样大 而且痒了很多天 虽然除此之外呢 没有其他过敏反应 不过我记得呢 就是那个冬天 因为我工作的话 就是在卖场会接触的人比较多 之后还是有感冒 一个礼拜过 不过如果是真正感染 心型流感的人 就是他的症状 有一些会跟那个 新冠肺炎有点类似 但虽然说他没有新冠肺炎的 就是上司 味觉嗅觉 而且也不会一直咳嗽 但是他也会全身无力 跟发烧那种 不过我觉得我那时候 应该不是心型流感啦 因为我一个礼拜左右就好了 我有认识的日本人呢 他是真的感染那个心流感 他是差不多两个礼拜才好 就是在家躺了两个礼拜那样子 就我觉得还是免疫理要顾好了 看到像如果他有类似 觉得他感冒的人呢 就要离他远一点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相较于台湾防疫一直以来 都很严格的措施 例如啊 就是居家隔离者一出门呢 可能就要被裁罚百万罚金 那直到今天 日本政府呢 也终于在掩拟 新冠肺炎的相关罚则措施了 那菅义伟首相表示 将考虑个人的自由跟权利 以最低限度为原则 设立资源跟罚则的规定 日本政府呢 为此也召开了许多专家会议 征求大家的意见 其中对于确诊 确拒绝住院的话 本来拟定说 将克一年以下的刑事责任 跟一百万以下的罚金 但是后来呢 野党认为这个克刑事责任 造成前科的话 这个刑罚太重了 然后后来呢 执政跟严打达成协议呢 还是取消这个刑事责任 然后改成就只有刑事责任的罚金 不过呢 就这一点 我觉得很扯 就是扯的是什么呢 目前呢 现今医疗体系崩坏的日本 那得了这个COVID-19 都不见得能不能住院了 或获得治疗了 还会有人拒绝住院吗 那真的是白插吧 他们是否呢 应该改成像台湾呢 就是说 如果说居家隔离的话 那却外出的话 那就罚钱啊 然后另外在拟禁中的 像是不听从营业缩短 这个命令的店家呢 可能会克30到50万元罚金等 不过不管怎么说 日本政府呢 有开始在拟定罚则呢 这项措施的话 其实我觉得以日本而言 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而日本TBS News呢 在1月9日的 也有发布一个 就是特别聚焦台湾防疫的 一个特别节目 然后里面也有访问到 我们新政院政务委员 也就是被日本网名 圣赞为台湾IT天才大臣的唐凤 唐凤也提出了 这次台湾防疫种种成功的原因 还有他的看法 我想这是一支 台湾人看了都会骄傲的影片吧 虽然这个影片是日文的 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没有看过呢 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 下面日本网友的留言 更是精彩 第一个日本网友的留言就说 与其说唐凤是个天才 不如说可以接受跨性别者 担任政要委员的台湾 非常的厉害 台湾可以说是非常多元化的国际社会 所以才可以团结起大家的力量 这是日本网友认为的 大家觉得如何呢 最后附上最近的北国照 这是我几天前去南晃丁拍的 不要理到在医院上询几周 还蛮多天都下暴雪的 但是最近几周都没有下什么雪 而且每日几乎都是大晴天 而我去的这个360度展望台 刚好可以看到 那一望无际的那个田野 然后还有房子之类的 然后下面的房子 就是也是 就很多颜色 感觉这就是大家向往的北国吧 不过北海道的房子 微吃费也是很惊人的 那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 也记得给影片一个赞 然后还有留言或分享哦 然后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下次见 拜拜